英國籍香港男人今年5月份 在香港被人偷了信用卡 之後收到信用卡公司的通知 才知道在一日之內 竟然被人在澳門拆卡消費 一共20萬的名牌衣和電話等等 事主就立刻報警 事件調查後發現 兩男兩女的蒙古籍人在今年5月2日 先後去了7間路騰大型購物中心 中區珠寶店和電話店等等 瘋狂錄卡多達13次 四個人就輪流地用受害人的信用卡 其中一個男嫌犯更加把受害人的身份證張照 事先傳在電話中 要錄卡時再展示給店員看 以便蒙魂過關 上個月30日晚 警方已經將其中一男一女折獲 我們將兩人進行調查期間 我們在這面男嫌犯身上 找到兩位懷疑作案期間所得的手提電話 以及三張懷疑偽造信用卡 他們正在 施警會以濫用信用卡 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 和將假貨幣轉售罪等等 將兩人送到檢察院 還會繼續追查其他涉外人士和裝物的下落 中文字幕提供 小明星公司 聯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